本节目由桥外移民赞助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因为咱们这个圆周派 小青老师跟这马爷还是初次相会 是吗 目名已久 第一次在节目上 你不是上次小青在我们第一季圆周派 那是这个点击最高的一季 你就说明这个人多么好吃 他讲的太好了 你知道那一季我天天挂我朋友圈里去 然后我就整天看他这朋友圈 你看要不说我说小青朋友圈也不光是吃的 我那天还看见他发一个朋友圈 也挺逗的 当然咱就不说明了 就是说处理一个官员 这个官员贪赃王法 那贪赃王法列出几大罪状 其中一罪状给我看乐了 说这个官员不按照不守组织原则 任意提拔在朋友圈里给他点赞的干部 我说这都好使啊 我发了之后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我现在就去点赞去给领导点赞去 你现在有的时候是另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在朋友圈里 你们咱们现在都没领导 在朋友圈里屏蔽领导吗 我们是屏蔽领导 一般来说都是屏蔽领导 你不屏蔽领导知道你在干嘛呀 我没有朋友圈因为我是领导的 就没朋友圈 你没人给我看 这个我是有经验的 有一次也是遇到了一个很严厉的领导 他问我说 哎呀我们俩加个微信吧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们都说你朋友圈特别好玩 我说好我待会等一下 马上就去你办公室 我现在先上个洗手机 我就用另外一个手机 注册了一个 真的 朋友圈 利用了撒尿的空 对 然后一年多的时间 那个朋友圈上就他一个人 你单位他一个人广播一些是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都两个朋友圈都用上了 因为我一个朋友圈已经满了 就不够了 所以你看出来没有 他就是深通这个 那看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就是发节目预告 显得工作很勤快 对 所以小青老师现在可以回答很多这个年轻网友的问题 比方说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就年轻人就问 怎么能让领导对我有好印象 或者说说的再难听点 就是说 今天的小孩是不是不太会拍马屁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地方也有关系 就是 比如说公司 可能就会好一点 大家的关系就可能要淡淡一些 对 你注意他刚才说的一个吧 那天我们聊这个 就说拍马屁 我要说啊 我说这东西啊 其实是属于一种落后的东西 就是属于低效社会的东西 你知道我现在 你像跟一些互联网企业打交道 我就发现呢 他这种拍马屁的这种文化啊 行不通了 因为啊 都是绩效管理 就是在经理说 我下个月我必须达到多少业绩 你的这个绩效把你逼的 你连拍马屁的空都没有 你你完不成就末尾淘汰了 对 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是两个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是怎么引起领导的注意 第二个才是拍马屁 拍马屁不一定能引起领导的注意 引起领导注意是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教教我 不是就是你承担 你可能承担不起的责任 比如这个事很难谁去 你敢第一个站起来 领导一定对你有印象 对不对 我们 第一个站起来 第一个蛇了 蛇不怕 蛇不怕 你努力了 而且你舌头有道理是可以的 碰钉子怕什么呀 我儿子出国的时候 我告诉他 人生你一个人走出国 没有人陪着你 你唯一一条 就是你脸皮得厚 你不脸皮厚 你就是等死了 对不对 你撑死了是不成 你让人挖苦两气 人关门不理你 你再出来呗 他没把你关屋里 不让你走 对不对 方正说 你求人脸皮薄吗 我 我其实就是 他脸皮不薄 我脸皮薄 特别厚 他脸皮不薄 你怎么知道他脸皮 他采访过我 你就采访你就发现 他不要脸呢 那不是 不是 他就是这样 你像我们这种人呢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跟人 就什么人我都能打交道 没错 你才是阿庆 你就是阿庆 所以碰见阿庆嫂 对 但是你要在今天社会中后 你比如我现在 我从来不求人 我现在不求人 但我没有这个交换条件的时候 我必须求人 我有交换条件 我倒反而不能求人 就很难张这个罪 因为我有交换条件 明白吧 我求你就很难 你现在自愿 咱们都有自愿 对对 是这意思 如果我没有 我如果什么都没有 我上来就说 比如我跟你认识 我就说文涛老师 我有什么 也许你那天一高兴 也许那天正好你查一矿 就行 我办你这忙了 你们背不住 对不对 我是 对我采访过马老师 但我 我脸皮后主要体现在 不怕尴尬 就是我记得 我当时那同一系列 还采访杨丽萍老师 舞蹈家 对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问题 就比如说 这个你的 怎么经营的 你的舞团 他就说 是这个 都是自然交给我的 大地 水和空气 就是我就没法接 但是我也不怕尴尬 我就 漫长的沉默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脸皮厚 但我其实确实觉得 我一直从小到大 特别害怕陷入到 求人的 这个 这个 境地里 所以我就能做的事情 非常的少 我就是 之前聊到那个 那个什么基因嘛 我后来发现 这个可能跟那个 基因也有关系 我姥姥就是 得了腰肥间盘突出 然后他害怕 这个拖累人 然后就吞农药自杀了 他就是害怕 那个连累别人 或者害怕 给别人造成负担 我觉得我也是 所以特别避免 求人 但是脸皮厚 你这个 你刚才说的求人 是两个前置 一个前置是为自己求人 一个前置是为其他求人 为其他跟为自己 完全是两回事 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 去求人 那是工作的事 你又想让领导注意你 我干什么 绝对比拍马屁强 我从来没拍过领导马屁 但领导对我做好 因为你犯不着拍 结果最后领导拍你马屁 是吧 领导就是拍我马屁 怎么说 你比如我在出版社那个年月 80年的30多年前 全出版社 社长和总编辑出差是坐飞机的 善人都是坐火车 本人出差坐飞机 那引起众怒 那时候觉得坐飞机是个不得了的待遇 但我这飞机不白坐 你给单位挣钱 对啊 领导就是说你把钱拿了 你做火箭都可以 对不对 领导是看这个效益 这个效益的 你们单位管理不严 小青你有经验 我感觉你很受领导赏识 对 他有作品的 舌尖上的中国 我是比较乖 我是比较乖 你不能给人一个错误的信号 你乖在领导面前没有用的 你一定是能干 但是你知道就是 好比就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人 我曾经就是说 我后来认识到 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 就是比如说我老是跟人说 我说这也主要是你个人的能力 你工作做出成绩来 这是第一位的 现在这个单位领导也不是傻子 你送礼也不好使了 你能干成活来才行啊 但是后来他们跟我说 说文藤老师 你想不到 你说你干这个活 实际上是你身边有这个制片人 你知道这个制片人 他要跟多少个部门打交道 他要跟广告商 跟技术部门 跟方方面面 他说你以为这些不讲情商吗 你能做成任何一个事 他要是平常处不好这个关系 任何一个角落伸出一只手来 就能把你捏死 就是说你 你这里边看不到 有些啊 我就发现有些天生善于协调的人 我觉得很佩服这种人 就是好家伙就是他方方面面的 就是这个就是会处得特别好 但是在团队里边可能一比一 肯定是两种人都需要 也需要这种高情商的 也需要特别低情商 但是有创造力的 你属于哪种 我是属于比那个情商 二者兼有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创造力 不是你有一绝招啊 你给领导安排一顿吃的 这个还真没有 这个还真没有 我的领导到退休了 说 哎 我有句话 我跟你没有说过啊 我当你这么长时间领导 你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地方 从来没带过我 我在任上的时候也不好意思说 我说行我给你安排一顿 保证让你吃的特别开心的 结果发现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吃的 哈哈哈哈 是因为因为 巨腐蚀永不得 不是不是 因为人跟人的口味的差异 其实是蛮大的 哎 我问你方舟 你咱不说对领导 有的时候感觉跟领导拍马屁搞好关系啊 这好像有功利的这个色彩 哎 你觉得这个讨好人开心吗 开心 我用两个就是不能算绝招吧 就是给就是新手也可以学的入门级的讨好 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一个是因为我之前都在日本嘛 就跟日本人学的 对方说什么 你其实也不觉得理由怎么一样 但是就 哎 嗯 然后就陷入了 表示感兴趣 然后就陷入了沉思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 深有体会的感觉 大部分人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 又怕说错了你就哎 就表示在思考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管用的就是智商不高的人的好情商 还有一个 我觉得无论跟谁说对方都觉得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他的人 特别特别管用这个就是要配合表情啊 对对对举例说明怎么能让别人觉得你懂 就是这就只要说这句话 我觉得对方肯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 但要配合表情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说自己孤独的人很多 但是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孤独吧 是是是是对对对对杀伤力在哪了 所有人都觉得哎呀就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就这个我觉得就零基础 这个这个是新教学和算命在干的这 对 哎 你看我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说我从拍马屁出身对吧 就是说哎好像呢我觉得拍马屁啊它是一种修行 不是什么到最后拍马屁出身 你听听我说我这话说的有点快 就是说早年间我是个脸特别冷的人 就是面瘫一样就见面对人呢就没有没有笑容 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好像看表面不好接近 我觉得这个挺不好对吧 哎那当然有时候求人点事 求人的时候反倒不会拍就说不出来 但是呢我倒是后来发现呢 你看我交往的朋友啊往往都是像马爷这样就岁数大一些的人 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跟我这个老哥哥讲啊 我说怎么咱们这帮人在一块都他们互相吹捧啊 哎他讲的就很有意思 他说因为我们都岁数大了就成熟了大家 所以呢就是互相间讲的都是好话 哎我觉得我一开头可能有点违心 觉得见人面啊这就是得人家好 但是你知道当你在拍别人的时候这个外在的行为也在慢慢改变你的习惯 这是人类的天心 你最后熟籍而留了之后啊 我就说哎你真的成了一个什么人呢 眼里非常敏感一见这个人就看到别人的好 哎小青最近瘦了 甚至我看不到小青的不好 这是菩萨的境界 那么就是就是现在对我来说像条件反射一样 一见一个人你让我挑的缺点我反而得想一想 但是呢先是看到别人好 只是见到别人的好 哎实现了内在的退化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心态还是比较老 我太年轻了 哈哈哈哈 你见零 知道我们那个圈子是以相互这个 对挖苦为主 对对对对对对 包括刚见面的朋友 经常的有来吃顿饭 说我犯了什么错误的 为什么要跟你们吃饭半道走 这种情况都有 比如说饭局上最多的说的是星座 说哟 你金牛座啊 好啊 贪财好色不要脸 哎呀你是双鱼啊 哎呀双鱼好 双鱼 人渣星座嘛 人渣里的战斗渣 就是别人别的星座是以以德服人 你们是以缺德服人的 白羊座长个脑袋就是为了显高 哎呀白羊座 你就应该找一个天蝎座的生个羊蝎子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朋友 你还是年轻人 这是这是另一路 是吗 这是另一路 马爷他们当年是属于夸人能夸趴下的那路 对 人的本质上是愿意听好话的 你再怎么说中年逆耳 谁听逆耳的 都不是很舒服 除非特别理智的人 我那时候我们 因为作家都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当编剧接触都是作家 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 大部分作家瞧人家都不如自个儿 对吧 这正常 这正常吧 但太不正常了 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 要怎么办呢 就互相恭维 挖坑 我原来说过 刘振云最会挖坑 挖王朔的坑 王老师 小说写的非常的不错 王老师说不行 写不行 写不好写不好 过去了 每天吃中饭 因为吃饭都在 那时候做笔会嘛 都在食堂里吃 那时候食堂也没说 像现在都是摆上席 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 第二天同样的话还说 说王老师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的好 王老师说真的写的不好 第三天还是这样的话 王老师我是真信的话 你的小说写的是真好 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 他先说小刘觉得你写的真好 这也太虚伪了 这是他后来学的 然后王朔第三天就说 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 都我在桌子上呢 刘振云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 对我说 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 王朔就扛住第三天 对吧 让人恭维的 那这就朋友之间开玩笑了 那这种恭维呢 有一阵很恶俗 后来这个恶俗变成一个社会风潮 就互相之间称老师 对啊 现在不就这样吧 像谁见谁都是老师 我现在特别不习惯 一个什么小女孩过来以后说 这是什么老师 她从这个社会这种普及上讲 中国的所有的称谓都世俗 就越来越恶俗 我特别不习惯 人家随便叫我什么我都不在意 叫我老师就老师 其实按照过去的说法 就是张先生李先生 这样就已经变成一个尊称了 叫老师干嘛 老师一定是我要交给你什么 有人没法交给你东西 您说这个啊 就是说 哎 就说拍马屁 我那发言 拍马屁这个词 从哪来的 那天我研究了一下 从这个元朝 蒙古族征服了这片土地 然后呢 就说这个蒙古族人当时就划分嘛 这他蒙古人是第一等的人 北方汉人才算第三等 南方汉人 四目人 对到第四等嘛 所以呢 就要讨好蒙古人 那蒙古人之间呢 他们是马上民族 蒙古人之间表达互相尊重的有个方式 就是互相啊 拍拍对方的马屁股 就表示尊敬 或者说呢 蒙古人有这习惯 见着你骑着马 就拍着马屁股 夸夸你的马 就表示是在夸你这个人 然后呢 就为奴的这个汉人 他想讨好蒙古人 哎 就到处 不管你骑的是好马坏马 是马是驴 就啪 所以据说拍马屁这个词啊 是从这么来的 哎 我就从这个词源这讲啊 他其实跟某种人格上的 这种字笛和这种奴才相啊 有点关系 为什么啊 外国人的社交 也很讲究互相赞美 但是呢 我老有一个印象 就是他们那个互相赞美啊 是耿着脖子的 嗯 但是感觉是气宇宣扬的 哎 小青 礼貌的 对 很有风度 为什么我自己老觉得 你看我这个脊椎骨啊 我老觉得 你看我头就往前 我老觉得 你看你看我侧面 我就发现我脊梁骨啊 早就弯了 嗯 你看是多少年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 我自己这么理解 这个真的是动物的天性 动物了 对 谁威严 谁有权利 那他就会 就 他是个本能 这个有一个例证是 这个 呃 人类学家发现的 就是 呃 不管你是亲生的孩子 还是不是亲生的孩子 呃 包括收养的孩子 他会慢慢的长得像这家的男主人 嗯 这是 这是进化来的 就是他会努力的 这是 在动物界 那以前 你如果是 你是一个 半点狗 呃 你在我们家突然 我们家是一个 这个 比如说黄狗 那你就会受排斥 他就会努力的 往黄狗的方向去长 他不会被咬死 就是 这个是 长期的人类的进化 是 而且你就他讲这个 你要注意到 人的这个内化 就我刚才说的 你别以为拍马屁是虚伪的 嗯 拍马屁也变化了你的内心 我也见过就是这个 领导写字 然后写毛笔字 写的特别差 那毛笔还把纸给戳破了 然后秘书说 哇太好了 利透纸背 完全是下意识的 他不是思索了 他就完全下意识 而且真的觉得好 哎 他是真的了 你现在 你会不会 李莲英我是相信 他对自己太后有感情 那当然 那当然 是吧 他那个事无巨细的那种伺候 跟这个 我们现在这种 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 对 他是真乳关系 那是主谱关系 而且 按照旧文化当中呢 他有一套完整的奴谱文化 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是丢失的 没有 中国 中国第一 没有种形制度吧 不像印度 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的多的多 他本身就分四层 咱是 咱是摊大饼 永远是一层 啊 城市也是一层 说北京城市交通就是摊大饼 一环二环 三环四环 那就套着 所以非常难治理 中国人的这种 没有任何人觉得自己 是在社会层面中低下来 大家都有一个态度 他们还还基本上没有 我们都都有 叫当家做主人 我生下来就告诉我当家做主人 突然没有技巧 没有啊 所以不会 我真的是不会拍马屁 没有拍过 而且我一开始 特别不适应说那肉麻的话 我觉得都不是人说的话 他怎么能说的 他就能说 而且呢 那些官员就能欣然接受 我说的都是挺大的官 但是现在都被处理了 咱们这也不讲话 对吧 别人就这么说话 我觉得这话太虚伪了 我认为这种拍马屁的话很虚伪 但他们不会折的虚伪 很习惯 刚才马老师说这个等级制度 其实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它也导致了过去的 比方说餐厅 最简单的就是餐厅 那餐厅过去的这个 跑堂了 对 服务员和客人的关系 就 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 对 您是来给我送钱的 对 就是他就会 发自内心的来给你做服务 但是 解放以后 这个关系就 没了 就是当家做主了 所以呢才会有 就是北京80年代 还有餐厅贴着 绝不无故殴打顾客 对 对 有这事 有这事 这就 这就 让这个行业 就很难生存下去 但是呢 到了 现在 就是这个 又开始 就是 城乡的差别 从农村来招来服务员 他拿了一个薪水 到这他知道做什么 做各种各样的培训 礼仪的各种各样的培训 还有 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训 比如说我去过一家 山东的馆子 那里边 他就给我 我只去吃过一次饭 他就给我发个短信 我是你的专属服务员 你下次来再订餐什么的 就找我就行了 哎呀后来发现 这女孩就特别特别热情 漂亮 也挺漂亮 是那种是喊你哥的那种 亲密的 对对对 哥 你在这个什么什么 今天什么最新银 什么 咱家今天买了什么 对对对 北方人不见外 嗯 但是呢我就是后来我就没法去这厂馆了 就不管我带 女同事也好 这个 带 女朋友也好 带 侄女也好 只要去 就喊嫂子 对 嫂子 她都会说 这也不是嫂子吧 哈哈哈哈 她没记性 她只有一个那个服务 她把你 今天是哪个嫂子 哈哈哈 过去啊过去解放前哈 这个就是参议业 其实是晚清以后才开始逐渐发达的 在这个大都会里北京 他门口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就叫廖高的 嗯 她实际上是叫辽高 就辽 看一眼出 辽望 嗯 一看 豆老板来了 远远的就看见你了 她问题是 这个辽高的 她不是巧舌如簧 她也不是这个这个情商有多高 情商肯定有高哈 她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叫记忆力 你只要来过一次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 因为什么原因 她都记得经常如意来 说 说 豆老板 孙子快过满月了吧 你上次是为 孙子来了呢 哈哈哈 满月 我给你办席 招呼一声就得 她都会有 她不会说你领一新女朋友 说呦 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 哈哈哈 她肯定不能这么说话 她特别会说话 而且那个话一定是恰如其分的 达到那个标准 比你低半格 她不给你低好几格 你难过 她低半格 你是主人 她是仆人 这辽高的过去挣钱特别多 嗯 有记忆力 记忆力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她记性好 那很多人说 其实人家共总就去三回 说那那餐厅我熟啊 我老去吃饭 其实那过去在餐厅吃饭是不得了的 是不是 带着客人一去 你看 豆老板来了 又来了 这你听着就高兴吗 别说 他老去那吃饭 有钱呢 嗯 他给你所有的语言的位置都特别好 这个是一定是他们得有倾向 这就是高级 高级马屁 高级马屁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看出来就不掉马屁了 我觉得跟年纪有关系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确实好像不太会 这就是独生子女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高级拍马屁啊 还真的是说用到今天社会上讲啊 他们有时候说他也是正能量的 就说明你心里有别人 而且真的 他们就说这个蠢呢 在哪都没戏 聪明 就是一个 我曾经见过我们那一个经理啊 我们去跟那个十二专市政府的吃饭 我觉得我当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真是特异功能 就是这样的人呢 没有理由不受欢迎的 多么一个长桌 双方会谈 一个长桌啊 然后呢 地名片 地名片 然后对方那个市领导讲话 然后到我方讲话 他这一站起来 就说尊敬的某某某市长 某某某书记 某某某什么 几十个名字 这种人我也见过 炸了现场 给他热烈鼓掌 就等于这看这名片 就所以这东西真是得智商 过目不放 见的这个人就不会了 你知道拍马屁是这样啊 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互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 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 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 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 他有的不是 我见过极限拍马屁 就是这老板大大老板 在榜上啊 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 然后他约我去 约我去呢 我去到他那个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 是他的宾馆大堂啊 结果呢他去健身去了 他马上给我发言 对不起我健身马上就回来 你在大堂等我一会儿 我在大堂等了五分钟 他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穿艺师运动装啊 披一大衣 一进马上一看 马老上来了 然后啪肩膀一抖 那大衣后面 啪就有人接了 我怎么想起周生驰的电影 绝对比电影精彩 啪一抖 啪就有人接了 要不看后头啊 要我要抖我得看 哥们接着呗 你抖地上 那不丢人吗 太自信了 然后啪 就跟我说话 啪 手这么一姿势 那哥们扒大雪茄 蹦就捅这 哈哈哈哈 真是 西两口啊 跟我说着话 说说说 跟我说什么呢 太崇敬了 完全那么电影镜头 这才拍过呀 是 说这个健身 中国人都是瞎健身 瞎练 我请的 美国教练 吸一口 啪一伸哈 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了 就是他手这么一呆 你烟就被另外一个 啪啪啪啪一敲 啪又塞上 那天把我给闹的呀 我都快笑喷了 他不知道我笑什么 就是他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排练的一样 那个人就得全身贯注的拍着马屁 要不然这手一弄 你得知道 好我还想吸一口 你会拿走了 那不成 他就知道啪啪啪多了 全都会 然后一直 电梯都是专用的 啪大堂电梯 就空着有一步 人全扒在那等着 你进去上 上去了以后上去 要喝茶干什么 所有的动作 完全是 就是严丝合缝 有节奏的 这种拍马屁 整个的过程 我 我是很服气 我回去试了试大一 没那么容易 你不 你这个抖大一 是用肩膀这个劲儿 你抖不好吧 抖不下去 你瞎晃晃半天 大一还在身上 你知道吗 他这种就是享受 享受 他享受这个 你说他得关心真假吗 他跟那 他就喜欢这个派 对 但是如果防 也不一定能防得住 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 其实在美食圈里面 最大的一个腕 就是圆梅了 对 写《隋言识单》呢 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 给他老师来告别 老师说 你准备了什么东西 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 说这个不好吧 说现在这个世道 谁不爱戴个高帽呢 说得听两句好听的话 然后说有几个能像老师您呢 出门的时候跟书童说 这怎么只剩九十九顶了 你说这圆梅 我那想我说这东西真是个高智商的活 因为就是说明知道领导不是傻子 明知道你拍马屁 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被你的财所惊艳了 你比如说他们讲这个季晓兰 说这个乾隆 对 那就更多了 五十 我也五十 五十大寿 说季晓兰写一对联 说脱口而出 季晓兰叫黄图四万里 就是说满清的这个版图 纵横四万里 黄图四万里 叫一谷以来 从未有这个一朝一统 四万里 然后圣寿五十年 自前之后 还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你看一万年 四万里 哇这就说你明知道他是拍 可是呀 太水平太高了 这些在经过后代的文人演绎 就这种字都是多了 一个比一个牛 但是 拍到恰到好处 马爷你刚才说的这也是一问题 我怎么觉得就是说 不是我可能也吹牛 我老觉得别人要是 夸我呀 我还燥 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乡土的自卑感 就是 你比如说咱们要一起吃饭 别人要提到说 哎你我经常看这个节目 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 但是有些人很享受 怎么我好像觉得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 受不起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 说我也不太愿意谈自己的节目 你说好容易在一块 你谈我那个 因为咱们知道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 你心里很清楚 哪次谈话好哪次不好 人家跟你说这个 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 这还不属于拍马皮 这属于一个话题 没有 哎哎哎哎 就是我我要不然我跟你都问他 我好容易坐在一块 我怎么说哎 我平时隔那屏幕看见的 哎呀这个我得一个什么什么话题 是吧就千万别错了 你这说不错 为什么呢你的节目比较独特 你这个人呢这个也独特 所以说不说不错 有的演员是说错的 说了半天最后 说的是另外一演员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所以我现在碰女演员 哈哈哈哈 有时候女演员说 毛老师你还记得我的吗 我说记得呀 说你真记得呀 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 因为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分辨 对对对 你要一瞎说肯定就错了 就好人当不成了 我有 脸盲症肯定是拍马屁的这个 这个大忌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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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颁奖 跟那个江晃老师 然后我这个在台上直播 我说特别喜欢你演的那个庸正 他演的 他演的是什么 他演的是康熙吧 对他演的 他说我演的是康熙 就特别尴尬 我也经常遇到人说 哎这个方舟老师 又能打假又能写作 就是不错 不是老师方舟子 那是吧 又能打假又能写作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我想起仨 你看最近朋友圈 发那个张学游演唱会这个吗 张学游演唱会不知道在哪 张学游在这扭的 你听旁边的观众 刘德华 刘德华 这也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是在上海听说的 吴大为 吴大为在上海开酒吧 然后也是有一小女孩 他一进酒吧门的小女孩 他就上去 吴孟达 对 这经常 所以对演员来说 你不是真熟的时候 尽量就说不错 别直呼其名 也别跟他谈作品 非常容易出错 非常容易出错 那黄博自个儿就讲嘛 人家说 我说了半天 最后你给我签个名吧 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 认为他是王宝强 他被迫就签上王宝强 这个 这是真事 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 然后说 鲁玉老师 我太喜欢你 然后 常老师给人签了个鲁玉 我有一次跟那个 就在飞机上 正好跟江坤老师 正好坐 我们俩挺有缘 坐一块 聊了一路 结果还 后来看了一个人 先跟我打招呼 这倒没认错 杜老师 我今天看那三人行 马基老师 你也来了 江坤很幽默 是吧 马基老师经常坐飞机的 所以还是拍马屁的艺术 真是需要 都不是 首先要真诚的拍马屁 所以孤独 我还是说 孤独特别好 是因为你说孤独 所有人都觉得 格比较高 这个不会错的 但我也确实挺讨厌人 给我拍马屁 我连新书发布会 我都不愿意找嘉宾 我每次都觉得 像追到会一样 我以为你嫌弃我呢 大家一通夸 不觉得特别像 这遗体告别吗 所以我连找嘉宾来夸我 我都不愿意 所以说到底 拍马屁 最后要达到 真善美的境界 是吧 来来来来 咱们互拍一把 你们节目真的是好 您那纪录片 我一直珍藏好几把 你这都孤独 对 这孤独 这孤独 你最孤独 你最孤独 全家都孤独 你说这圆梅 我那想 因为啊就是说 明知道领导会傻子 明知道你拍马屁 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财 所惊艳了 中国 中国地义没有种情制度吧 不像印度 印度社会治理比我们容易得多得多 它本身就分四层 我如果就是肆意的去吃啊就是以高性为准的话我很快就是200斤以上的体重 我也是瘦过25斤才成这样了 对啊 我胖的时候可像高小松了 不是 拿谁打比方高小松 能像马冬点吗 你知道你那个肥叫青春肥 那个东西好减 到我们这种岁数 绝对不能胖 胖了以后 就人生的负担太重了 对 我问你方正 就是说你像他这绝活啊 胖妞好吃吗 好吃这个嘛 对 对 你记得的话 你记得 舌头别咬断了 别咬断了 觉得有一个理论说特别对啊 就日本国作家村上楼 他写过一本书 叫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 他里面 这世界很酷